音楽 它的特性不一樣是因為 溫底牛肉它吃起來比較脆 它會彈牙 那一般冷凍肉的話 它吃起來腥味會比較重一點 那其實一般弄食材 單吃火或只要食材新鮮的話 它東西絕對是好吃的 張老闆從事生鮮批發這行 已有30年的經驗了 從買進 屠宰到銷售等 全是一條龍 不僅能夠掌控牛肉的品質 還能以優惠的價格 提供給顧客溫體牛肉 吃到飽的服務 從小的時候 我慢慢就做這個生鮮的部分 然後退伍之後 我就自己在做這個行業 做了快30年 因為我本身喜歡吃麻辣鍋 我想說既然喜歡吃 我就把好的食材 然後再加上麻辣鍋的話 那搭配起來應該是會很好 那一般去外面吃麻辣鍋的話 吃起來都比較糟 那我一個好朋友 他比較懂得所謂養生的部分 然後請他來幫忙這樣 從25種藥材裡面下去提煉 然後做起來那個湯 吃起來比較不會那麼糟 我們是用新鮮 就是本地牛 然後炸出漂亮的牛油 這是製作麻辣油過程 最重要的一款 然後好的麻辣油 再加上香油 還有我們做上這些藥材 慢慢地熬煮慢慢地煸 把麻辣油它的香氣跟藥材的香氣 香濃之後提升整個麻辣油它的氣味 加在湯裡面 我們喝麻辣湯就會非常的順口這樣 我們麻辣油還有麻辣湯都是用上等特製的藥材 然後就是讓顧客喝麻辣鍋也可以順便養生 那最主要就是說我們一直研發麻辣湯 就是不要讓客人喝下肚 他會口肝舌燥 甚至去四川找到了大紅袍還有青花椒 跟一般的花椒的價位差好幾倍 我們就是不惜成本 要給客人喝下麻辣湯有那種舒服的感覺 新鮮直送店裡的溫體牛肉 每一片都是張老闆手工切片處理 剔除筋膜後再留下一點牛油的部分 蒜牛肉時才能吃出牛肉鮮嫩而不膩的完美比例 除了溫體牛肉 店裡還有各式火鍋料 與牛乳味拼盤等自助罷 供顧客願意選用 基本上來說我們枕頭牛 你想要吃到的部分 我們這邊都有 因為老闆是做屠宅的 然後因為像牛尾的部分 因為它煮的時間是需要比較長 所以通常我們在這邊會幫你做一個 先滷過的部分 然後像牛肚也是一樣放在開放生冰箱裡面 然後供你們無限的食用 還有就是我們餐廳 可能你在外面比較少吃到的 就是我們牛肉乳肉飯 它是用那個牛肉的絞肉 帶一點點的牛筋 然後我們下去翻炒 做出來的牛肉乳肉飯 再淋上我們的牛油其實是很香 來這邊我覺得它滿有特色的是這個 胸口牛油的部分 因為它看起來很肥可是它是吃起來是肥而不膩 然後而且口感又是脆脆的 然後很爽口這樣子 然後其他部分因為它是溫體牛肉嘛 所以它吃起來的牛肉的口感就是會比較鮮嫩 然後又滿爽口的 其實首先我是最喜歡他們的湯頭 他們湯頭清甜配上新鮮的牛肉 牛肉放在這裡就這樣算一下 可以把這個牛肉的甜度再往上提升 麻辣湯頭也很香 很麻 卻不會說很辣 也很夠味 所以說一次可以得到兩種享受 而且我吃得出來老闆的用心 我覺得它肉都選過 又嫩又軟 而且還很新鮮 有那種自然的清甜 張老闆希望顧客能夠在舒適的用餐環境下 享用到溫體牛肉吃到飽的服務 嚴格控管食材的品質 才能讓客人吃到嘴裡的牛肉 是軟嫩适中又新鮮的口感 其實在食材方面的話 每個樣東西我都有吃過 一定要新鮮 但是新鮮是最主要的 一般刻板印象 吃到飽的東西會比較籠統一點 那我想說再把吃到飽的東西 弄得比較精緻化一點 讓客人感覺到說 我先來吃這個東西是非常新鮮的 那價格上面覺得蠻合理的 這是把比較好的食材 我想吃的東西介紹給客人 就是這麼簡單